这次荣耀V10芬兰之旅 我们乘坐十多个小时的飞机 飘洋过海来到北极圈上的国家芬兰 刚下飞机 映入野莲的就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这里有温顺的迅路 沉浸的玻璃屋和圣诞老人之乡 等等至美的风景 荣耀的AI双式 帮我一秒都不差的全部记录下来 2000万黑白加1600万彩色双摄像头 在AI技术的加持下 不仅画面细节丰富色彩鲜艳 而且拍照更加聪明 它能够实时识别人像 美食夜间等13种场景 手机自动选择更好的优化方案 让照片全部变得美美的 并且还支持两倍无损变焦功能哦 除此以外 前置摄像头也是慢慢解最喜欢荣耀V10的原因 它的裸装美颜功能能够智能的美化人像 还可以实现单反的大光圈 人像虚化效果 芬兰是一个非常靠近北极的国家 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以内 但由于它是属于海洋性气候地区 受到毗邻大西洋 以及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 气候十分温和 但最冷的时候 也常常是到达了零下十几度的低温 旅行当中 手机的耐寒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给荣耀V10做了严寒大挑战 我们将荣耀手机埋在雪里一小时 泡在冰水里大约一小时二十分钟 成绩没有任何压力 荣耀拥有非常好的抗寒性能 完全可以放心在严寒地区生活使用 这次芬兰之行匆匆结束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仅仅是浪漫的雪景 还有荣耀V10天际通 AI双摄AI翻印等等的特色功能 因为它让我的旅行出行变得更加方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